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因为有嘉宾要长话 短暑好赛 女儿当然是女儿 今天有女儿 明天有两条儿子 星期五都是儿子 下星期有两至三条女儿 我要分开日子 两至三条女儿 突然间一个女儿 咸如青菜各有所好 这些事情很难说 这些事情 我真的要讲一下球 其实我真的不想讲 因为那天阿仙奴终于0比0 作客逼和曼城 我也不会用逼和 那场是小关尼迪克波 结果今届联赛 那天阿仙奴终于0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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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都影响不到就算那场球怎么说 其实那场球和波 都是以合理的 我反而是因此而觉得 我不是說你們捧哪一隊 我相信很多阿仙奴球迷也不是阿仙奴球迷 那為什麼你們覺得阿仙奴會比較似 看來現在我覺得已經在個別位置再補強一下 其實就是爭霸的隊伍 大家記住阿仙奴今年在歐聯 是拿了一支最好的掛風掛 我一定會打計士 我不會買少的 我起碼買五千元 二時奧聯冠軍 聯賽反而難一點 買一千元 也有機會 老實說 其實在往下 包括萬成 萬成是被動一點 其實利物浦和阿仙奴 哪隊能夠贏了9場球 我覺得是很大機會冠軍 如果你說阿仙奴贏了9場 而利物浦都贏了9場 那無話可說 如果不是 那你要做什麼對手 熱刺萬聯那些 讓我讓幾隻 讓幾天 圍拉那些 閉上眼都贏了 幾個都沒辦法贏了 幾個都沒辦法贏了 對方 好了 我們長話短說 首先 我就不報數字了 中原指數十大屋苑三月成交三年新高 這是切了辣椒效應 結果 最旺 那幾個 我們當然要看 譬如你說 新界的 康兒最旺 如果計算東沖的影灣園最旺 香港島當然是那幾個太古城 康兒 可以半島 九龍就這個黃埔花園 回景 說來說去沙田第一成 就是這樣 於是乎 美夫 他們都能夠大致上 都可以在高位平穩 就是那個樓價 但是 其實 不要用這個假期 剛剛過這個假期 那些人出去了 但是 根據我看下去 所以 和這個中原地產太古城高級區域營業董事 張光耀 姚哥所說 哇 因為現在很多新盤競爭 你知道 發展商要扔盤 所以業主態度都很克制 就趁旺 減價出貨 OK 那 我覺得 香港的眼睛也是雪亮的 做得業主 是吧 現在去做業主的眼睛 就不是不雪亮 所以我覺得大家就不要這麼大爭 趁機會 Crash is king 這個是 真是從來的道理 從來的道理 那 那 真是老實講 你只見到我上個星期講過 在南區 就是阿成哥那個 我忘記叫什麼 什麼Blue Closed 還是什麼鬼 我都忘記了 藍色海岸 是吧 對 Blue Closed 不知道什麼closed 什麼海岸 喂 兩萬一元尺 軍價 他去年是 第一期是 二萬九千多 喂 你還不醒目 是吧 老老實實 這些環境 好了 當然最好笑就是 就是那個 我就不把信 今天說了 最好笑就是那個 舉牌說被別人誤導 那個大陸女人 是深水泡 今天就有個媒體整合了去的說法 和中原的說法 和那些律師給的意見 老實講 我真的不想說 喂 你簽名就簽了 你真是輸打贏要 你說他有誤道理的 你又沒有證據 我不排除那些agent 喂 喂 但是律師說 喂 你現在口同鼻咬 都要判的 口同鼻咬都要判的 看是要判誰 但分分鐘得不常失 你花三幾百萬下去 是吧 而中原呢 我跟大家說 我對一般的agent 這些代理公司 的理解 他如果 真的有誤導 或者有誤導 都不定 他沒有做足事 他沒有這麼硬的 你東西就簽了 是吧 因為 買完樓之後 聽朋友說回深圳 那些朋友笑去買窮人區 這個是不是你的原因 其實 因為他說不好聽 他說我要買什麼學校區 人家原來 給了證據 原來人家 你有沒有看過那段 給了之前 給他 那也有些名校 深圳浦 嗯 那你很難說那個 就是那樣東西來打 上訪 真的有時候 去北京 不是 去北京上訪 被人說他瘋狂 去香港上 地產代理監管局 去灣仔道 去皇后大道東 好了 這一個 我沒有什麼特別講的 香港為什麼經濟差 為什麼這麼屈門 其實這些是原因來的 我希望 維政社聽到 你說給有建設性的意見 三會 三會 三會是什麼 就是地區滅罪委員會 地區防火委員會 等等 分區委員會等等 其實就不是那麼重要 是後來重要了 後來重要了 就是因為 完善區議會選舉之後 他這三會可以去給提名 你們那些候選人 OK 好了 2024年新一屆的三會名單出路 OK 2999名成員 今天就是昨天4月1號 開始上任為期兩年 最重要的職能 其實就掌握區議會的提名權 之前就不是的 今屆三會成員 較上屆 大增466人 以前三千人 上屆一千五百多人 全體的470名區議會 區議員 剛剛選出來的 470名 都是入了這個三會 而 媒體 有傳媒統計過 在去年區議會 六敗的人 裡面 有109名 都是被委任過三會 那你又不能夠說很多 因為為什麼呢 你三千個 減了470個區議員 都還有一千五百多個 都是百多個六敗的參選區議員 但是你要記住 其實去年那些參選區議員 不是好像以前那樣 不是有幾千個 是百多個而已 所以 就是你落敗那些 就是敗部復活 OK 那24個 那24個就很醜 不可以做人 那24個 那24個 落敗 就是那24個而已 就沒有入到這三會 是 真慘 好了 連 得票最低全港 的孫逸仙 你跟我說 沒有了 孫逸仙 孫中山 好了 都獲委任為由尖旺南區的分區委員會成員 好了 為什麼其實不會有人理這些呢 上屆民主派中長握緊這個區議會的時候 民性事務總署就說 他不會再委任區議員做分區委員會成員了 因為認為區議員已經有足夠的平台給他們發表證件 正常 所以希望委任其他人講立意見 為何今屆 這是正常的 因為有區議會 為何今屆 那470個區議員可以回到 當中有些人可以回到這個分區委員會 就是我不說滅罪那些 那大家覺得是甚麼事呢 陪伴會上一次呢 有一些建制派投訴 為何我們拿不足的提名 今次多做幾百個 那你拿提名更容易 我不知道 總而言之民政事務處 上個禮拜 應該是上個禮拜 還是前個禮拜 問問美娟 說美娟都不敢回答 終於量到出來 是吧 全部入了 這幾百個正 我要連任的時候 你問我拿提名 問了黨又拿不給你 吹嗎 他選不選一回事 但選的機會大很多 為何呢 你們永遠是拿不到提名的 甚至乎 他說不是那你只有四百七個而已 還有其他人 其他人有些都是委任進去 我昨天輸了 我都拿提名的 即是表面上 好像加多幾百個 其實真的沒得用 是容易了 但一天有很多 有政黨背景的 他只要維護自己政黨 你都很難拿票 你只在這裏 一個民主派都沒有 嗯 即是我們先不要討論 那些人是民主派先 民主黨 民協沒有 我們會講給你的 好了 另外這一件事呢 我就長話短說 因為我們追時間 那私隱公署呢 其實真的有沒有料到 私隱公署呢 平時有些環境是很有料的 人家一鋪那些 譬如那些起底 即是一個明明明明明來的 就說這個數碼港 因為香港 早前呢 被人hack了 盜取了400G的身份證 和銀行資料 涉及1萬3人等等 經過調查之後呢 私隱專員 鍾麗玲就說呢 數碼港呢 是犯了五惡技術的 那麼他說呢 數碼港呢 是一個具規模的機構 行常這樣持有 和處理大量的個人資料 公眾合理期望 數碼港投入足夠的資源 確保資訊系統和數據的安全 那麼也都認為呢 數碼港應該採取足夠的技術性 保安措施 保障個人資料的安全 然而 他認為調查顯示 數碼港事件 是由五項缺失導致的 那麼哪五項缺失呢 那麼我一看完之後 哇 原來這樣的缺失 最後都只不過是 叫他在兩個月內 fix回去 那你說 是否沒有相關的法例 現在對付數碼港呢 原來是沒有的 是沒有的 那麼立法會 用來做什麼糟糕呢 哇 真是非常嚴重 這些其實在韓國 新加坡那些是刑事罪行來的 這些 好了 他說數碼港哪五項缺失呢 聽著 資訊系統欠缺有效的偵測措施 就是系統落後 被人吃了都不知道 沒有為遠端傳取資料 要啟用多重認證功能 哦 即是人家在離遠地拿你的資料 你那裏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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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裏 那裏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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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你個人知道詳細地址、電話、身份證號碼 你不應該有的 但由2016年保存到現在 即是難 即是數碼講 在行政上根本沒有人去 因為你有開會、有討論的 有人去做事的都不會這樣 結果不必要地 有些人2017年來見卦工 現在就可能給你拿了地址、電話 身份證號碼、存名 更有甚者,那些應該不是入職者 可能有些人連銀行戶口記錄都有 如果你有什麼 我真的想問一下 我不要講立法會 你私人專員是否要草擬法例呢 交上立法會呢 如果不是,這些我真的覺得 很離譜 還不是說要搞科技講 誰會科技講嗎 好,休息一會